因為我一直都很想拍一部電影是說手提電話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智能電話真的令到我們很煩 我覺得它侵佔了我們的生活 控制了我們的生活 而我們還要付錢 要付錢賣 還要付月費 拍這部電影是不想換醒人 喜歡玩電話嗎 還是要帶出甚麼信息 換醒是很難換醒的 我自己也很難換醒 問題是你不可以不用 讓大家想想想想思想 當初拍這個題材 那麼難滿 有沒有人想要投資 你有沒有遲到困難 其實我全部都是朋友投資 我已經有一堆朋友習慣了投資 我拍戲 所以沒有困難 經常覺得拍戲困難 找不到錢的人是要銷售老闆 我都不用銷售老闆 我都不用銷售電影公司 但是現在要計算預算 計算預算當然 又不是在這裡懶惰 我就算找朋友投資 你的朋友投資了多少 難道投資了幾億嗎 你找到一堆朋友來投資 我們便拍細小 只要我繼續拍細小 我找朋友投資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到有問題出現 可能會是不行 我現在想拍一些題材 那些要過千萬才拍到 那就開始有問題了 之前這部片進了圍儀式 你也去了 我哪個觀眾反應是這樣的 其實那邊很難估計的 不是很難說的 因為烏田尼電影節 其實它都25屆 它從來都是一開始說東亞電影 它就是播東亞電影 所以他們累積了很多粉絲 就是整個歐洲都喜歡看東亞電影的人 所以去到現在 他們已經起了肚子 每年有很多歐洲其他影迷 喜歡看東亞電影 他們甚至會請假 我一年請大家 那十天我就來看東亞電影 因為它這裡有了 而它在自己家裡 它可能看不到的 很集中的 就是它不能夠進戲院看 它可能在Netflix才看到D 所以你說這些影迷來到 其實你播什麼都會享受 哦 因為喜歡 是啊 你播什麼他們都很開心 很難衡量 很難衡量他們是不是 那套戲究竟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從來都有說的 就是你影展觀眾 和普通觀眾是兩種觀眾 你想想我在香港 我在電影節裡 哇 我第一天開賣 我在那裡按按按按按按撲票 我是一個撲票的人 因為撲到這堆票 然後我去看電影 我沒可能不開心的 我付出了這麼多東西 這麼辛苦才買到你的票 就是我去到 我老死都要享受 我老死都要笑大聲一點 就是他們是另一種觀眾 就跟一般觀眾不同 其實影展就很難去衡量 那個反應是不是真的 嗯 但會不會都會外國賞 這套戲呢 這套戲 山卡拉就真的外國賞 就是英國 台灣 和日本 日本現在還在上 最好就是超過這次 看看行不行 怎麼開始搞的 還有我想是 看看加拿大和澳洲可以怎樣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香港人去了這些地方 跟著他們那邊都有香港人去買港產片來播 其實你一開始要做這些是很難的 他們開始的時候 譬如去年我們去澳洲去加拿大 他們真的有做包場 就是他們拿著一套戲 港產片 然後去戲院 其實戲院不會跟你說 分帳 就是不會上演 就是不會上演 就不會分帳 就是他們說 你想 你想我整個場租給你 那他們面對的問題就是 他要整個場所有的位置都賣光 但是 有哪個人想坐頭兩行 就是他們很虧 就是很多時候他們很難賺到錢 會坐頭兩行 是的 那如果他收貴一點 接著那邊的香港人又說 哇你搞錯啊 就是這麼貴的 為什麼給其他票這麼貴 就是他們不明白 其實這件事是很艱難的 但是我見隨著他們 越來越買多些港產片 和他們開始摸熟了 和熟了當地 那他們會和一些小一點的戲院 或者舊一點的戲院 去丟 去丟 那些戲院可能是不在商場的 沒有那麼多人去的 是的 就可能和他們談到說 在你們上話 大家分賬 就不用說自己包了場 是的 因為自己包了場 可能要七八成 才打平 是的 根本這些生意大部分時間都是虧 因為賺錢又賺不了很多 那我見其實澳洲和加拿大 他們開始做熟了 就是做了一年兩年了 他們開始是談到 那我也希望他們是談到 那一來對我們來說 我們這部戲是正式上話 二來他們是容易些賺到錢 嗯 你會不會很開心 做為動演 其實都算是 在外國也有些天明度 現在 會不會很開心 其實都是在華人 香港人的地方 其實那邊那些法王都是這樣說的 如果在香港的口碑票房好 其實他們一樣 他們那邊 因為其實那邊的人 其實都是很看香港的媒體 或者是社交媒體 看朋友說的那些事情 是的 所以其實他們住的地方不在香港 但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這件事其實是同一件事 同一班人來的 謝謝 謝謝 brauchen你們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